3月16日瑞士信貸銀行 股價在瑞士股市中大漲超過22% 16日早上開盤時 該銀行股價一度飆升約30% 該股15日曾暴跌25% 但當天瑞士各家銀行 將對其進行資金支持的消息一出 股價很快就止跌回升 瑞士信貸銀行表示 將從瑞士各家銀行借款至500億瑞士發落 這個消息使得該銀行股價 在16日開盤時上漲超過30% 之後漲勢在早盤交易中略有降溫 但截至美東時間16日上午9時35分 仍然上漲22% 瑞信銀行15日晚間宣布 它將行使選擇權 根據擔保貸款安排和短期流動性安排 向瑞士央行借款 此外瑞信還提出回購價值約30億瑞郎的債務 涉及10種以上以美元計價的高級債務證券 和4種以歐元計價的高級債務證券 此前一天 該股暴跌至歷史新低 當時各銀行的最大投資者沙特各家銀行表示 由於監管受限制 它不會再向瑞信銀行注入更多現金 但瑞士各家銀行和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 15日在一份聲明裏力挺瑞信 稱該行滿足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 所施加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 瑞信CEO柯立在15日的新聞稿裏表示 這些舉措是使瑞信變得更強大的果斷行動 隨著繼續進行戰略轉型 我們將為客戶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 瑞士信貸的股票在這星期 和很多其他歐洲銀行一起出現下滑 原因是擔心美國加州貴谷銀行的倒閉 會產生蔓延效應 隨後這家銀行由於14日 在期延遲發布的年度報告中宣布 其2021年和2022年的財務報告 存在重大缺陷 但表示不會影響該行財務報告的準確性 這個消息使得市場對該銀行的擔心加劇 其股票在15日出現大跌 一度跌至歷史新低 上年10月 沙特各家銀行以14億瑞郎的價格 收購了瑞信9.9%的股份 這個也是瑞信當時42億美元融資的一部分 目的是幫助瑞信進行大規模戰略改革 以改善其投行業務的業績 解決一系列風險和合規問題 成立於156年的瑞士信貸銀行 總部設在瑞士蘇利西 是全球第五大財團 瑞士第二大銀行 HK B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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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